河南女孩装无辜装弱势 却全程和图蕾主持人嘉宾老师对着干 人家说话的无底线的打断 变成让人特别讨厌的女人 而现场却埋怨男友不懂的 让我们看看图蕾赵川的反应线 你先学会闭嘴 然后再学会不要去麻烦别人 再进一步学会不要去让别人不舒服 他广播的时候我们就往外走 所以你听我说你还在论的是理 我现在跟你讲情你跟我讲理 我们俩说得清楚吗 我是因为时间观点比较强 我觉得他九点半以后来应该关吗 对不住在这个问题上我错了 我白活了你是对的 图蕾之户女孩太讨厌 赵川之户受不了你都是对的 可想而知他的男友被逼成啥样呢 大家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点赞加关注支持一下 祝您平安喜乐好运连连 来年一定发大财 故事的男主人公小超21岁 现在已经是一名公司职员了 女主人公小文24岁也是公司职员 两人都是来自河南郑州 现在已经谈恋爱一年半了 纷纷和和已经有六回了 都是因为吵架的时候 男生莫名其妙不知道为什么吵 不知道自己哪里做错了 所以只能沉默主动认错 每次分手后 但是男生主动认错和好的 女孩的思维就是以自我为中心 吵架必须要跟他吵不能沉默 还要男生吵完后必须哄好的 这做死的内心戏让人心累啊 有半个月吧 半个月 他就又来找我 我也感觉就是还有感情嘛 挺割舍不下的 然后我就同意了 你就让人哄吗 还有什么事啊 肯定就是周一到周五的时候是工作日嘛 周六日然后就放生的时候 所以我跟他期间约好时间 然后我们一起去逛街嘛 但是他周六日的时候 他还不忘记他客户 周末还惦记着客户这是敬业 也是打拼事业的男人 但却因此没有照顾到女孩的感受 都说女大三报金转 姐弟恋是不是女孩应该多照顾弟弟一点呢 但女孩却像个填不满的怨妇一样抱怨 接着女孩还说男生比较高 经常搂着他也让他不舒服的一幕 赵川让两人现场表演一份 就这样 不是这样 他就是这样搂 他跳了吗 这样搂着我怎么走路呀 我走路可难受了 回去回去回去 哎呀我的天哪 这姑娘 就这样也不行 可以牵手吗 我说了可以牵手 然后他就是觉得牵手不舒服 看我搂着他 他说不行啊 那就跟人牵着手啊 牵着手不是 我太低了 这意思 不是 是你说的他太低了 还是他自己理解得到 他自己理解了 我就说他内心系特丰富 全给自己加戏 赵川都受不了这么侨情的女人 一边哭一边交礼交气还那么的做 离得近也不行 离得远也不行 可想而知男生的处境是多么的难受 都说谈恋爱交朋友 都要找让自己舒服的人 人生短短几十年 不要为了跟不舒服的人在一起 而浪费这么多时间言归正传 接下来女孩表现出让人不喜的一幕 就逛街逛到很晚嘛 那超市就是九点半就关门了 然后我们就往外走 有那个安保在锁门嘛 那时候还不到九点半呢 然后那个安保就锁门了 然后我当时走到那个大门口 我不想不想再绕回去 他非要让我们走后门 那后门离我们家太远了 我不想走 然后我就说我就要走正大门 我说这时间还没到呢 但那个安保的意思就是 不行 他说我现在已经锁上了 你就得走后门 那人家都把那个 这链都揽上来了 就说那个里面那个门了 你再让人家抬开 他可以再撩上去 那撩上去又不费劲 那我们走后门 我们不费劲吗 人家都说方便他人 就是方便自己 逛街逛到超市关门 并且环凶人家保安大哥 人人都说一个有教养的人 会体谅他人的难处 并不是等到人家关门再走 最起码要多留点时间 给人家收拾东西 而女孩刁蛮的做法 让人不敢苟同 并且还责怪男友不帮他说话 赵川看不下去 原常说道 你明白了吗 他觉得你这样做 会给那个工作人员 带来很大的麻烦 所以他觉得我们自己绕一点远 都不要给别人添麻烦 就这么个想法呀 但是那个情况下 他明明是可以不把那个锁锁上 然后可以直接撩开的 就那么简单的事情 我觉得一点都不麻烦 那是你觉得呀 女孩责怪男生 不站在他的立场上 更过分的一幕 是当时女孩发高烧40度 叫男生去买药品 结果女孩嫌弃男生买太久 并且买的分量就一个 就因为这件事 找到医院去理论 但是医生直接说 我再给你开多点 你会发现女孩处理问题 逮着谁谁就不好过 这样的女孩是缺乏教养 还是本身就是做呢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说这药不行 不是 你凭什么就说这药不行啊 发烧发这么严重 他就剥露一个通常片 这肯定不行呀 你先吃着 我再给你拿半片去 不是 他没这样说 然后他也不知道这半 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想 你这点常识都不懂吗 你活这么大睡说了 你爸妈 得得得得 别骂人啊 我也不懂这常识 现场女孩还想骂人 但却被赵川阻止了 现在足以证明这个女人 又做又矫情还没夹教 赵川都打气说道 这姑娘谁胎上 你真是倒霉啊 接着女孩还直言不讳 你就没话说嘛 一般她都抬不过我 对对对 然后就是我是正常的 抬是什么意思啊 就抱不动你是吧 抬杠嘛 哦你知道是在抬杠啊 那还有什么好抬的 都抬杠了 抬什么的咱们在这 这么不顺心给她踹了 不就完了吗 分手不就得了吗 何必苦着自己呢 竟然口口声声说 男友和别人抬杠都抬不赢的 难道还要主持人给你帮个奖吗 做啥啥不行抬杠的一名 这样的女人娶回家 有男生好受的 而男生似乎挺享受这种压榨的 这就叫做自作自受吧 因为赵川问到女孩 会不会打人脾气暴躁 脾气暴吗 还好还好啊 就他急了他会动手吗 有了什么会 是打你吗 还是摔东西 打我了 你还打人呢 很正常 三八一八掌 因为他真的很气啊 对男友不满意 就直接当着朋友的面扇巴掌 还对男生以止气使 一点点不顺心就要吵架分手 分手后还要男生哄回来 这男生是给自己找了一个祖宗了 因为彼此都见过双方父母 女孩父母对男生有点点不满意 相反的是男生父母很喜欢这儿戏 可能接触不多吧 要是知道这是一个满身公主病 又做又矫情的女孩 他们就不会这么想了 最后主持人总结到两人问题 因为男生想早点结婚 而女孩比男生大都还不着急 还想着被当公主这样宠着 故事到这里也大致明白两人的矛盾了 女孩想让男生再细心一点对的 最后当做真正的公主宠着 屏幕前的你觉得去这样一个女孩回家 是一种什么体验呢 要是您愿意要这种话公主般的女友 或者儿媳吗 接下来先看看嘉宾老师有什么看法 首先点评的是余博洪老师 小伙子你说句心里话 在你女朋友面前 你是不是有一点压抑 有点莽然甚至有点不知所措 你生气了 你和他吵 他说都是他的错 在我眼里 这是一个男人的美德 这是谦让 你让他知道自己的错 请你告诉他他错在哪里 否则的话你就是无理取闹 我跟他说了他错在哪 让他不承认 他说他错了 那就可以了 因为现在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我听到现在 在很多地方恕我直言 你是把自己的无理当真理 你说的都是给你 女孩就是做无理取闹 仗着家庭比男友好 学历比男友高自带优越感 就是要把男生踩在底下 而自己就是高高在上的公主 爱情是一种很美好的事 前提最重要的是尊重和平等 而不是对一个男人一指气势 这样下去迟早这个男人会受不了 接着是苏勤老师犀利的指责 特别能做的女人是一所学校 但是当这个男人学有所成之后 再也不想回来了 所以姑娘 你知道你现在行为其实特别可怕 你现在是在帮别人培训老公的 也就是说你把现在教会了他细心 教会了他在恋爱当中的各种的套路 该怎么处理 教会了他怎么安慰女人 讨女人欢心 但是如果现在你老是这样的脾气 你不调整 不改变自己的话 当他真正有一天变成了 你所喜欢和希望的那个样子 我相信他不会留在你身边的 一个做妖的女人是男人最好的学校 但却不是男生心里最好的归宿 等他学有所成 他一定会离开的 而女孩也强话说到自己就是当心这个 既如此为何还要让男生再改变的细心一点 我觉得要改正的是女孩 要做一个鼓励正能量的人 而不是只会抱怨的怨妇 年轻有做的资本 迟早有一天会黏老色衰的 所以适当的撒娇会有利于感情 一直这样 这就是给爱情自觉坟墓 下一个是我们曲伟老师点评了 你很着急的去说 我那时候跟他分手 我就是想跟他一点教训 不是说要真的分手 不在一起 你不是想给他教训 你是想让他变得能够更加的懂你 你一边在让对方懂你 一边你要做着让对方不懂你的事 曲伟老师点评的时候 老被女孩打断 这样没有礼貌的女孩 真的值得娶她回家供着吗 女孩的争吵没有看到半点心疼 本是大三岁的年龄 应该比男生要成熟稳重 看来一个人是否成熟 不能靠年龄来分辨 而是看他所做的是所说的话 也为一件又一件的小事 对男友这样指责 这样的女孩太会来世 所以赵川说 这个女人心里全是戏 但现实不会陪你演戏 曲伟老师也不看好这段感情 最后是压轴出场的涂雷老师 一针见血的犀利点评 这一辈子可能用了三四年四五年 来学会说话 却要用一辈子的时间 学会如何闭嘴 该说的时候说 不该说的时候不说 你看 有一类女生就像你一样 当男朋友犯错的时候 她会有五连问 你错了吗 你哪错了 你为什么要犯错 你下次还犯不犯 再犯你怎么办 这就五连问 这五连问 把男生逼到墙 涂雷老师说出做女的五连问 打破砂锅问到底 不让人家舒服 就是跟自己过不去 何必这样活得那么累呢 一些让别人难堪不服的问题 而且还要执意而为之的时候 有的时候就是在羞辱自己 自己没事找事找麻烦 原谅别人就是原谅自己 揪着别人不放自己也不会好过 这样生活不会持久 而一个人想知道对方心里的想法 唯一的方法就是尊重这个人 有些人的秘密只向懂得尊重的人说 接着徒累怒批到女孩 别人看你就讨厌吗 你为什么今天在舞台上 说了这么多你认为是正确的道理 而且一直在做一个像弱势的样子 所有老师说的都是你 我们昨天还没见过你 以前也不认识你 为什么都说你 说明我们说的就是 我们所看到的礼仪 而不是有顾有成见的人呢 你看你这人闭嘴都做不到 你看见没有 没有哪个老师在说话的时候 你不打断 所以你先学会闭嘴 然后再学会不要去麻烦别人 再进一步学会不要去 让别人不舒服 慢慢慢慢的 你就自己就舒服 否则的话 当你呈现在别人面前 就是个麻烦事的时候 我告诉你 没有人会习惯你 不懂得尊重的人 才会在别人说话时 老师点评是一直打断 难怪徒累直接让他把嘴闭上 连最起码的尊重都没有 还谈什么恋爱 先学会做个人吧 徒累的一番话可能有点重 但确实字字珠奇的智里明言 一个女人这样的为人处事 这样幼稚的压榨一个男生 最后得到的结果只会适得其反 希望他听得进去 徒累老实的话 但徒累刚批评完 这个女孩又在顶嘴罩穿了 他知道别人是需要下班的 别人站了一天也很辛苦的 因为当时还不到九点半 然后他广播的时候 我们就外走 所以你听我说 你还在论的是礼 我现在跟你讲情 你跟我讲礼 我们俩说得清楚吗 这就是他跟你相处的 我是因为时间观点比较强 我觉得他九点半以后 姑娘对不住 不应该在九点半之前 对不住在这个问题上 我错了 我白活了 两言一句三冬暖 话不投机半句多 赵川直接承认是他错了 他不想浪费时间 说这个女人了 说了也没有 让他自己在社会上 吃点苦头吧 本以为男生 听了嘉宾老师的话 不要这种女人了 但最后男生 还是走出了大门 原谅了女孩 这是他自己的选择 希望他结婚后不要后悔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感谢屏幕前陪伴的家人们